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隻窗 可能你會很感興趣 它不是普通的窗 這隻窗 是能直達孩子內心的時間之窗 因為超過七成立志 跟隨基督的決定 都正確地發生在 四到十四歲這個窗口 在這個窗口接受基督的人 多數都能夠持守信仰 你一點都不驚訝 是嗎? 連耶穌都說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 斷不得進天國 但是 如果百分之七十立志 跟隨基督的決定 都在四一四窗戶裡發生 為何大部份教會 只投放百分之三的資源 在這個年齡層呢? 你記得孩子來到耶穌面前的情況嗎? 門徒說 不要煩著老師 門徒輕視他們 而耶穌卻重視他們 他看到很多打開的針槍 柔軟的心 受教的靈 而且需要他的愛 耶穌說 讓小孩子指導我這女來 因為在天國的 正是這樣的人 事實上 聖經顯示 神完全看到孩童的潛力 例如大衛 被神呼召殺死巨人的小木童 薩姆爾半夜被神呼召成為先知的小男孩 米利暗救了弟弟摩西 讓他日後能拯救神的選民 而耶穌本人十二歲的時候 已顯示出令成人接伏的智慧 當世界只看到幼稚、愚昧 上帝卻看到一線線闖開的窗 那些溫柔、信任 願意跟隨他帶領的心 但今天的兒童很需要我們的幫助 有十億個孩童 即是世界上半數的兒童 生活極其困苦 但另一邊發達國家的孩童 就經歷熟齡貧窮 只有百分之三的孩子 能夠用聖經的角度看待生命 但我們能夠帶來希望 在五個孩子裡有四個渴望認識神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找到神 並喚醒他們裡面 那些神早已看到的相信之心 今天我們正有大好機會 將神的愛帶給數以百萬闖開的心扉 令你家裡和世界上的兒童 接受真理 讓我們揭盡所能 做好一件最重要的事 一同以天賦的眼光看待孩子 因為讓光照入黑暗世界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開窗戶 瀏覽4to14window.com 趁機會之窗仍然大開的時候 為基督贏得孩童的心 從未來自終的心扉 幸運的威脅 感谢观看